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开经本 这是盖药的第四个大段 方便利用 在这一段里头主要给我们说明 我们学习这部经修学这个方法 究竟有什么用处 度身方便正式祝福大愿之所皆 大智之所写万德之所庄严 国者之究竟出演 事故集体性宗旨后 而论本间方便圣妙之大力大用 佛出现在世间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解决生死大死 这一段事情自古以来 中国外国确实有一些人觉悟到这个问题 但是实踪没有法则解决 也就是社会 发现轮回这个事情 有 对于轮回状况 能够理解明白的也有 可是轮回究竟怎么发生的 怎样才能够超越 这个问题自古至今没有一个人明了 所以佛才出现在这个世界 帮忙我们解决这个大问题 这个就是讲的方便度身 这个度子 度众生这个度子 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帮助众生 协助众生 解决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方便的方是方正 便是便利 这是从方法上讲的 换句话说 是一种很容易 而且很正确的方法 方便就这个意思 容易而且非常正确 那么这是佛帮助众生的一个很大的愿望 也是佛的智慧 我们说佛的德能 这也是佛德能的表现 所以称之为庄言 那么也这个问题只有佛能解决 因为佛才有这种圆满的智慧 无尽的能力 这就是果决的究竟 因此在这部经前面跟我们讲了教旗应远 再讲体现 再讲宗趣这个基督呢 一定要说明佛帮助我们的方法 以及学习的用处 祝福出世有三种理应 是在讲我们修佛 这些地方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哪三种呢 第一个是射精 这是佛对众生的 最有力的一桩大死 射精 就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为我们说到 这叫做法度式 我们从佛的教会当中 渐渐地明白了 渐渐地开悟了 再依照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来修学 这一个真实的境界 我们也像佛一样的可以亲自证的 这就是俗话讲成佛了 换句话说 他能成佛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佛 成佛就是成就究究竟圆满的智慧 成就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叫成佛 所以这些名词说语它的含义 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 然后才知道佛法里面没有明显 佛法确确实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是我们在一生当中必须要认真学习的 那么第二种礼言呢 祝佛如来 有身相光明 无量相光明 无量相光明 若有众生趁念观察 皆能灭罪消夜 永悔三土 随意所落 当生长生净土 乃至成佛 那么这个是四世 我们反复业障太重 所以见不到 虽然见不到 佛对我们的加持 对我们的护念 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个地方呢 要给各位报告的 佛的身相光明充满来的 他有 我们也有 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两样 问题呢 他的光明呢 完全显示出来 我们的光明呢 被烦恼 被妄想盖覆住了 所以虽有好像不起从 这个就是佛在经上常讲迷失了 迷失 迷失并不是真真地失掉 只是迷了 暂时不起作用 虽有但无人为了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光明 是从智慧生的 也就是从清净心生的 心清净 就生智慧 就方光明 向好啊 是佛王 是他真正能够修福 所成就的 那么由此可提 光明是自立点 就是自己修行的果报 向好是利益众生的果报 人生在世 世界非常的短促 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的 一个人的一生 几世 纵然承受 活到一百年 一百岁的人 毕竟还是少数 一百年的时间 实在是非常的短促 并不是很长 一刹那就过去了 那么在一生当中 这个日子究竟怎么过的呢 过得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价值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现代人家 你在你一生当中 对于社会 对于国家 那究竟有哪些贡献 究竟有哪些贡献 这个也 也 与我刚才所讲的意思 很接近 佛法所讲的 范围就更大 不是对这一个社会 不是对一个国家 而是对净虚空 学佛的什么 一定要学佛的心量 佛的心量 广大无边的 经上常说 心包太虚 量舟沙界 这个心能包太虚空 太虚空 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 心包太虚空 量 度量 度量能容纳 恒火沙速的大千世界 量舟沙界 这是我们要学的 我们今天说 不能臣服 不能恢复自己的智慧淡然 你要问什么原因 心量太小了 两个人都容纳无下 这怎么能成功呢 首先要把心量掏开 心量要大了 那就自自然然的 要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 像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就苦就难了 观世音菩萨是什么 是自己 不是别人啊 那么怎样才是真正的把众生 苦难问题解决了呢 我们看佛在经典上说的 一切祝福如何帮助众生 出品指望 彻底解决 terug 彻底解决困难的问题 参透了大小成今天 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劝导众生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事实我们明白了 搞清楚了 话说 佛出现在世界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也能做 别的事情难了 佛能做的菩萨能做 我们做不到 劝众生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这个事情佛能做菩萨能做 我们也能做 这才知道这一段事情 是帮助众生真正彻底解决的 这是属于究竟圆满的过程 这是属于究竟圆满的过程 这是佛的卫生 若有众生趁年观察 众生也要有缘分 有这个机会能够接受佛菩萨的价值 接受佛菩萨的价值 接受佛菩萨的价值 用什么方法接受呢 你有心就行了 就任言经上讲的 如此一母 母亲一念儿子 儿子也念母亲 那就行了 这个力量就接上了 换一句话说 佛念我们 从来没有见到 我们一念佛 就跟他相应 这个力量就得到了 所以趁年观察 趁年是持明念佛 就是持持明号 观察是所有观想 我们心里面常常想佛 常常体会佛的教训 体会佛的意思 能够一佛念佛 当然能灭罪 当然能消业障 灭罪消业障 就绝对不会躲散除 在这个世界 有求必应 将来一定得生净土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当身成就圆满菩提 这一段是将佛以他的本愿功德 为神加持一切种子 这是平等的加持 没有偏爱 第三 第三是确定父王行灭父王三位 这一句话很要紧 实际上 哪一个人不爱父母呢 哪一个人不关心父母呢 你所得到的法门 总会希望自己的亲人修学那个法门 是第一须殊胜的 第一须殊胜的是什么呢 念佛散灭 无量无边的法门 佛劝他的父亲 修这个法门 为什么没有说他的母亲呢 他的母亲在他出世 没有几天的时候 就上身套利天 世尊是他的姨母 扶养长大的 所以说他的父亲 没有说他的母亲 佛高父王 这个地方特别 记录经文里头的一段话 一切众生 生死中念佛之心 但能细念不止定身佛强 一斗王身 既能改变一切诸物 成大自卫 这是佛 劝告他父王一段经文 一切众生 生死中就是轮回之中 就是说在三界六道 无论在哪一道 无论受得什么生 只要齐心念佛 能够细念不止 这个不止就是 冷言经上讲的 静念相及 也是我们常讲的 不夹杂 不怀疑 不间断 就是心灵不止 这样的人 他决定 生在佛亲 决定的生 生到净土之后 无时戒以来 他的业障 他的罪障 自自然然消除了 而成像佛复杂一样的 平等自平 这次自然生 这次自然大慈之孝 劝福之意 为虚念佛 可今种种行门 非无殊胜 这对于一切法门的憎态 祖师大德 常常提示我 法门平等 无忧高相 这是事实 虽然法门平等 我们众生的更新不平等 因此 有些法门 我们学起来容易 有些法门 学起来困难 那么这是对于法门 不能不选择 这一段 也就是佛为我们选择 看他是怎么个选择法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父亲 也是凡夫 也跟我们一样 业障 习气都很重 但非凡重之所能修 这就是其他的法门 凡夫听听是可以 修学起来确实有困难 唯有细心念佛法门 这个细心 细就是专心的意思 我们专心念佛 我们这个心里头 常常牵挂着阿弥陀佛 这个细业就是牵挂的意思 不要牵挂世间这些拉扎丝 世间一切拉扎丝 都是轮回边丝 你心里有牵挂了 那就有轮回 造轮回业 把世间丝通通放下 佛法里面的死也放下 一心一意就念阿弥陀佛 实在是这样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不论是年岁大 或者是年轻 年大了 年老了 时间少了 不够了 学起他的法门来不及了 耽误时间 应当彻底放下 专心念佛 那么年轻的觉得自己 这个时间还很多 这个想法也未必正确 为什么呢 这个世间有意想不到的灾难 我们有没有能力避免呢 像基督教所说的 世界末日快到了 世界末日是哪一年呢 他们说1999年是世界末日 这个上帝耶稣都要下到人间来 审判是人了 我们今年92年了 到99年 你看还是几年 这提高警觉 世间有意想不到的灾难 我们何必浪费时间呢 所以一些佛法 我们也暂时把它放下 专心念佛 求生净土 如果要想不朽多文 到极乐世界再办 这是一个最聪明的打算 现在这个世界不高了 到极乐世界再去考虑 这是说这个法门 细心念佛法门 最适合于我们先带人修修 但能依教念佛了定得往生 一得往生便能转悟成善 念佛之方便妙用 我们都想得自己 业障很深 怎样消灾灭罪 念佛这个方法最有效 最殊胜也最快速 下面说念佛有四种 这个四种实在是四大类 每一类里都还可以分 许许多多种 只介绍这个四大类 第一个是持敏念佛 既本经所踪 趁念阿弥陀佛名号 上岸道大祟 唯有精力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因其方便直接成功行所业 这个方法 无量寿经上提倡 无量寿经教给我们是这个方法 小本的阿弥陀经也是这个方法 都是教我们支持明号 明号就是阿弥陀佛 特别迎圣岸道大祟的年纪 圣岸道大祟是唐朝时候人 在那个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唐朝时候是最强盛的时候 靠我们的东方 现在的韩国 日本 南面去越南 像现在的辽国 杰普塞 这个附近小国都到中国来朝宫 都派到他们优秀的学生 到中国来留学 而到中国来学的 学佛的就非常之多 成果也很殊胜 像日本的一些高僧 对于山岸道大祟就非常憧憬 比我们中国人 这个敬爱之心 要胜过很多 在中国无论在塔罗 在台湾 台北市有个山岛寺 是日本人留下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建的 纪念山岛大祟 这个寺庙用山岛大祟的名号 这是对他的经验 造山岛大祟的相 在日本很普遍 中国大陆就很少见到 山岛大祟是中国 有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司 所以诸位要看到那个庙叫山岛寺 那一定是念佛的 是净土宗 那么塔罗人家说 唯有金路修行 这个金是最近的一条道路 我们要成佛 成佛最近的一条道路 就是念阿弥陀佛 在传记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有这么一个说法 山岛大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阿弥陀佛硬化 身份普鲁 被后人知道的 有几位 山岛寺一路 以后有永明岩寿 永明岩寿大祟 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 还有就是过清寺的风干河上 风干河上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这十三位在历史上几乎大家都知道 所以佛菩萨在中国化身确实是多 但是不露身份 露身份的很少 那为什么大祟要给我们介绍推荐这个法文 正是因为它方便 容易 简单 直接 而且成功快速 有这么许许多多优越的条件 所以佛把这个法文教给我们 这是佛对我们的恩德 佛对我们的护持 表现在具体的隐形之中 那么第二个呢 观相念佛 以供养圣相 注目观世 也就是把佛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之中 要照佛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之中 佛法的名词来讲深深深地印在华氏天中 这是用观相 观相就是字 这个是比较前面要麻烦一点的 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庄严的佛塔 佛塔里面供养的佛菩萨的形象 你在佛塔里面供进心 恭敬心观看佛像 这是用念佛的方法 把佛像印在自己脑海之中 但是 离开佛堂呢 你这个修学就中断了 就间断了 佛不在你面前了 必须时时刻刻面对着佛像 当然 现在我们利用科学的工具 这个佛像很容易仿造 可以随时待在身边 也是个办法 但是 总而言之 不如持名来的方便 何况 观想 一定要有邪 你工作了 就没法做 这个一定 离开佛堂 你这个阴沉间断了 那么这是一类 第三类是观想念佛 如观今所说 就是观无量寿佛经 里面一共有十六种观法 所以也叫做十六观今 这十六观今呢 总而言之 它的刚灵呢 不外乎 以我心目 想必如来 这是观想的原则 正是佛在大经上常说 一切法重新享受 一切法重新享受 所讲的境界 所讲的境界去观 如果是观错了的话呢 那叫大妄想 那就不是观想 是妄想 现在很多人把妄想当中观想 这是很大很大的错误 所以他修学这个法门 很难成就 何宽 底下说 但尽兮兴出 妙观难成 比如 十六观里面 地观是最容易的 观这个乐日旋骨 就是叫你看黄昏的那个太阳 刚刚要下山 那个红红的太阳 叫你观了 怎样才算观成就呢 观到无论在什么时候 你睁开眼睛 太阳在你面前 闭上眼睛 太阳也在你面前 你这一观 观成 换一句话说 还是要专心 不专心的话 这个境界不可能先起来 要专心 这是第一观 第一观 它的用意呢 就是想西方 专想西方 第二观呢 观这个地 大海界地 西方世界的地啊 跟我们这里不一样 我们这里是土石啊 是这个地啊 西方极乐世界的是流利地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非萃 它那个地啊 是干净 平 它这个没有起伏的 平它 透明的 从地面可以看到地底下 透明的 就像这个海水 海水接了冰 就有一点像流利了 怎样观成呢 观成之后 你看到这个大地 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 是流利地 如果你看我们这个地啊 是水泥地铺着地板的时候 你没有观成 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 实在讲 这个十六观 观成之后 极乐世界哪里 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是此地 别人看这个地是沙土 你看到的是流利 别人看这个马路是备有铺的 你看马路是黄金铺的 完全不像土 这是你真正的见到的 是用你自己思想观念的 把这个境界整个变掉了 把这个绘土完全变成净土了 这是用心的力量把它变了 万发为心 所以观想力量非常之大 因此一个人不能当下 年岁大的 不学佛不懂的 我们看得真可怜 我们想帮助他 帮不上忙 为什么呢 他不肯听 他不能接受 老的时候的病苦 他怎么会老啊 他天天在念 我老了 我老了 他在观想他老了 他一天就比一天老了 观想我真有病 那里有病 他病统统都散了 你说这个麻烦不麻烦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这个念头要一转变 就观佛 佛的向好光明 他天天想佛 他自己的面就变成佛像 永远不老啊 想到佛是金刚不坏身的 他永远不生病啊 这是讲 从最近的来讲 我们现前 我们身体的健康 与我们的念头 关系很明显 对很多人不知道 你心清静 身就清静 心健康 身就健康 一切为心造 我们这个身体是为心所造的 为心所变的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太少太少 所以诸位看这个十六关键 不要以为 想西方极乐世界的 我们现前 日常 这个身体 跟我们生活环境 通通都是不出这个原理 你要是真正懂得的话 你这一生当中健康长寿 真的生活愉快 为什么就胡思乱想呢 所以应当要读去想法 十六关实在讲 境界太洗灭了 我们没有办法观察 但是呢 用念佛这个方法很好 我们想不到佛的那个信像呢 我们常常想念我们自己供养的佛像 这也很好 可以把你的妄想 把你的杂念 把它断掉 用这个方法 所以故不如持命方便一行 这个社大家观想观想都没有念佛来得方便 来得容易 第四种呢 叫十相念佛 前面三类都是四上修的 从四相上下手的 十相是从理上下手的 这个跟前面三大类不相同了 于理生命又无能说 也说明字心缘得相 前面说的这么一大堆 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 相对的 生念是相对的 有无是相对的 能说是相对的 我们反复生活在相对的世界 什么人能够超越相对 超越相对 就切入实相 如果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 那个相就不是真实相 金刚经常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凡所有相指的是什么相呢 生虚相是虚妄的 有无相是虚妄的 能所相是虚妄的 言说明字心言同是虚妄的 是虚妄的 离开这一切虚妄啊 专念自信本居天真之佛 本居天真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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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走不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办法立相 最基本的 有我跟我对立的是人 人我相 这没有办法离开 是非相 没有办法离开 是非相 没有办法离开 厉害的相 将来总会有一天做到 到什么时候才做到呢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休息了一个阶段 那就做到了 这个通常我们讲这个一心不乱 这顺利益心 只要正得理益心之后 你念佛统统属于十项念佛 没有正的理益心之情 都是前面的三种念佛 十项念佛 愿觉知信 愿是圆满 就是觉悟 信就是自信 愿觉知信 就是禅宗里面所讲的明心界限 虽然众生本具 信心哪一个人没有呢 通通都具足 可是虽然具足 但应免忘心念念生命 而不能管 所以你功夫为什么用不上 是因为你有忘心 你有咋念 只要有忘心 只要有念头 这种念佛的方法 这种念佛的方法 你就用不上了 故佛高佛王 祝佛本德 正如是相等 非是凡夫所行境界 这是什么人呢 发生大死 因为宁心见心 破一瓶无名 正义分真心 这是原叫粗度菩萨 别叫粗地菩萨 那么换句话说 粗地以上 他们念佛 就是用十下念佛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法生大死 不是法生大死 他念佛总离不开前面三重 我们喜宁教的进宗 跟密宗的时候不相同 这一点诸位要知道 因为在佛门里面 所有的宗派 要把他方法归纳起来 不外乎 拒正经 就是三碑一里面的佛法生 总最后归纳了这三个门 禅宗 禅宗 信宗 走的是俱门 他走的是俱门 所以说大车大悟 迎新迎接新 他从这个地方说 禅宗以外的教相 包括华言宗 天台宗 天台宗 天台就是法华宗 法华宗 为时三论 这许许多多的宗派 是从正门入 从这个地方入门 从正知正经 净途宗跟密宗 是从静门入 所以正义安宗是同样的 心轻尽心 这两宗是同一个原理 但是禅宗跟密宗不相同的地方 禅宗是依照十六观经观想 向西方世界依正名状 向佛的自行化他 无量的功德大悦 观想这些 而密宗里面所观想的 多半是观想 这个佛菩萨的神通道理 他观想这些东西 所以跟我们的观想不一样 那一种观想 如果没有真正好老师的指导 一想想错了 想差了 就入了魔的境界了 你看《雷言经》上讲的 五十种阴谋 那个境界如果陷在我们面前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魔境 往往把这个境界当作佛的境界 那你想到它是魔境 很难辨辨 越是往高的那个境界 越不容易变得 这个诸位要细度能言 你就想到了 那么佛在《法灭尽经》里面讲 将来佛法哪一部经最先灭呢 佛说能言最先灭 我们想想有道理 那一年要不灭 那么魔怎么样信 有一个标准在此点 拿到那一年间一对照 就晓得它是佛还是魔 就知道了 那一年没有了 标准没有了 魔来了佛来了 没有能力辨别了 它先灭是很有道理的 它要不灭 佛法不会灭 所以楞严呢 我从前讲楞严的时候 楞严经是照妖精啊 妖魔鬼怪 在《楞严经》指导指下 那就圆形毕露过 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时间 讲楞严的也少了 纵然有讲 讲的真真 没讲错 如法如理地讲 就更少 所以 故劝父王 持宁念佛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不劝他父王 采取十项念佛 而采取持宁念佛 这个有道理啊 为他父亲选择法文 他父亲是我们苏婆世界所有众生的一个代表 为他选择法文 就是为我们大家选择法文 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 使我们对他的选择深信不疑 似中念佛 持明念佛 最为方便就尽 故称尽忠之尽 这四种念佛是经路啊 成佛快速的道路啊 四种念佛里头 又以持明念佛最直截 最简单 最容易 成就最快速 你看这个持明念佛 有七天能成功 观想七天不能成功 观想七天不能成功 观想七天也不能成功 但是持明能成功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四种念佛 四种念佛难以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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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持明念佛 又何益于十相念佛 这个是会看的人呢 看出来了 看出他的门刀了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佛在经上成熟 凡所有相亡皆是希望 我们观想念佛 把佛的形象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深深地印在自己八十天中 如果求瓦身 没有问题 决定瓦身 如果想明心见现 这个大有问题 这个妄想是障碍 观想是个妄想 观想还是妄想 所以观很难观成 观成之后也很不容易拿掉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要把这个妄想妄想 要不都拿掉 你才能够进步 才能够进入到十报庄严图 如果拿不掉的话 那你还是在同居图 在方便图 十报庄严图很难往上提升 问题在此里 所以你的意想 不如念佛 念佛的名号拿掉很容易 你的假名啊 换个名不可以吗 抗名就行啊 所以假名叫你离开容易 这个形象离开不容易 所以持名啊 或道妙 道妙呢 道妙是实相 持名是最容易其辱实相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 祝佛菩萨 祖师大德 劝你持名 不劝你观想 你就想的了 如果祝佛菩萨 不设持名 叫我们观想 到了西方世界 还要费那么大的事情 还要吃那么多的苦头 你就会自怪佛了 因为佛原来那么好的方法 为什么不教我 教我这么一个方法 一定要懂得要明瞭 才知道这个法门 尿绝了 因此念佛的人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所 这一句佛号 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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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夹杂 不间断 这功夫就等了 真正念佛人 近代 印光大师是一个榜样 印族自己住的这个小房子 这一间房子 现在还是完完整整地保存在 苏州林营山 你去看看印族的官房 他自己修行的那个小房子 只有三间房 一个小葛堂里面 只供一尊佛 一个香米 一杯水 其他的什么都有 佛像后面 老人家写了一个死路字 放在佛像后面 拜佛就看到 一抬头看到这个死路字 没有什么香花的 庄严的 没有 非常简单 简单 容易捨 容易放下 这也就是 佛在经上常常教育我们 以苦为思 生活简单 清苦 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 对这个身体也没有留恋 将来佛来接人走得痛快 走得潇洒 没有一个与与的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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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非必滅除住相 该极相而无相也 廉迟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很透彻 是相 不是说外面没有相 前面不是讲的吗 要离生命相 离有无相 离能所相 生命有没有有 有无也有 能所也有 一切万相都摆在面前 不是叫你离这个相 离什么相 你心里面的生命相 外面的生命相 不相干 不碍事 你心里头 那个生命的分别 执着 那个碍事 妨碍你清净心 要离这个 不是叫你离外面的 离外面那个离不了啊 那就搞错了 你看底下下面 离言说相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天天在讲 一天被停过 怎么个离法呢 不要执着他的言说相 这是叫你自己心里头 离言说相 佛说了许许多多法相名词 持名念佛 是名字 观想念佛 也是名字 识相念佛 这都是佛教名词 不要执着 你执着 就错了 佛怎么说 你明白意思就行 意思明白了 他怎么说法 不要执着他 他说些什么名相 也不执着他 也不要去思维 去想象 都用不住 为什么呢 我们想佛这个话什么意思 想那个什么意思 全叫妄想 听佛的话 悟多少就是多少 没有悟点 不要去理会 为什么呢 保持自己清净心 不要让自己清净心被佛法染无聊 这是佛对我们唯一的愿望啊 有一些人学佛 学得很可怜 佛菩萨看到的流言内容 为什么呢 被佛的法语污染了 佛教他世间法离开 世间法 他不染了 他染上佛法 还是污染 殊不知 世间法 我们把它离开 佛法也要离开 统统不染住 我们的清净心才能兴起 清净心的作用就是薄弱智慧 这才能达到佛教学的目标 真正帮助我们 不但是处理了三界六道 超越十法界 成就圆满的佛果 又痴明即是甚甚不弱 有人认为念佛的人没有智慧 充其量可以对临定 因为经上讲有念佛三昧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是有定 念佛人如此没有智慧 很多人对经宗误会 而往往我们听了这些话 我们的心情动摇 还想到去参战 还想到去修教 认为什么呢 那个有智慧 那个有薄弱 我们念佛没有 不知道 念阿弥陀佛是深深的不容易 念得纯熟 万怨其放 这一句佛号念熟了 功夫深了 自自然然 妄想分别 执着通通没有了 通通没有 能锁顿空 即使无助 这个时候入了什么境界呢 入了《金刚经》的境界 《金刚经》 《金刚薄弱》 你看 用念佛这个方法 自自然然达到 到达这个境界 于此之时一句佛号 朗然明白 相许不断地解释身心 《金刚经》上 顶重要的这一句话 硬无所住而生其心 你看看 念佛人 他不知不觉 他不知不觉 自自然然就到这个境界 依照禅修 依照教修 依照经感经修 未必 未必能达到这个境界 念佛人往往很容易 入这个境界 古暗后到庙 句句是佛之间 念念放薄弱光 念佛号 即使念舌相也 这个话讲得一点都不错 这个话讲得一点都不错 确确实实是事实 可是诸位必须要知道 一定要念到不夹杂 不间断就入这个境界 我们今天念佛入不了这个境界 是又夹杂又间断 所以这个境界不能现前 我们把境界不能现前的因素找出来 只要把这个因素消除 这个境界就有希望现前 那么这个境界现前 就是理一心不乱 那个往生 诸位说那是上上平生 那不是普通往生 上上平往生 小本有一心不乱之文 小本是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经文上有一心不乱 金本不云一心不乱 无量寿经是一向专念 而专主一向专念 那么一心不乱跟一向专念 差别很大 所以从前我介绍了 净土法门给一些同修 他们看到一托经上一心不乱 打电话告诉我 所以法师做不到 一心不乱做不到 怕的是修修这个法门 将来会落空 被一心不乱的吓坏了 那我们这一部经历 没有一心不乱 一向专念 这看到一向专念 放心了 这一向专念我还可以做得到 这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我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不是《泥桃经》的语文 梵文本上也不是一心不乱 而是一心细腻 跟此地讲的一向专念的意思很接近 是讲一心细腻 看这个玄庄大士的一本就知道 玄庄大士深感着原文翻 那么罗什大士是异议的 他有没有一错呢 决定不错的 如果是翻译错误 玄庄大士一定会说出来 玄庄大士没有说 这就承认他所犯的正确 为什么说一心不乱正确呢 因为我们往生的人 一定是要念到功夫成品 功夫成品就是词地讲的一向专念 这个一向专念实在是不夹杂不间短 也就是论言经上所讲的 都是六根静念相极 就是这个意思 念要静念 夹杂就不清净了 有妄想也不清净 有怀疑也不清净 简断那就不是相续了 所以论言这四个字 把这个念佛的方法 念佛的要理说去了 要解就是静念相极 一向专念 这个才叫功夫成品 所以待业佛神 那么本经在经文上 比《小本弥陀经》更为明白 更为确定 更其众生根基 使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就不会怀疑 看到这个经文 自己能够生起信心 迷信 慈尊 恩德 这个法文 能够齐一切众生之机 能够普度 纠结 又勤 原因就在此里 它实在是太方便 太容易了 只要你能够转 就成功 所以就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实里面 警惕我们 念佛人最忌讳的是夹杂 这一夹杂就坏了 那夹杂就不专了 就不净了 彼陀佛杂就坏了 彼陀生isse посмотреть 是即便的不惹杂 一夹目 shots 是强澆彼陀的四十八月 方便至極 利用難死了 這個年舉是特別讚嘆第十八月 生命必勝 凡聖其收 利盾舉杯 凡聖之六道 聖是職身為雲覺菩薩 乃至等雲覺菩薩 利盾世家更新 但能發心專念習德獨徒 可見得他不難 只要真正發心 發什麼心 發求生靜徒之心 要發這個心 還要發一根 把這個法門 普遍介紹給別人之心 要發這個心 專念 這是講修行 前面這個發心就是發大菩提心 專念 習德獨徒 如是方誠如來崩壞 才是究竟方便 能把這個事情做到 發心專念做到 就是如來度身的崩壞 換句話去 就是如來對於我們的願望 這句話就是這個意思 佛希望我們在這一生當中 往生不退成福 我們只要發心專念 佛的願望就達到 才是究竟方便 那麼這段事情 我們這一生當中 決定可以做到的 所以它叫做究竟方便 這個在世貞 四十九年給我們說了 許許多多的法門 那些法門 眾生修一修 一生當中不一定難成就 換句話 它就不叫做究竟方便 唯一讀這個法門 所謂萬修萬人去 這才叫真實的究竟方便 好 我們今天就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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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法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